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包火鸡面 这个火鸡面呢,是这个最广为人质的这个牌子啊 就是康师傅的火鸡面 当然知道火鸡面的开身鼻祖是这个三氧啊 就让我们看一下国产的康师傅能做到什么样子呢 这个是煮的,只能煮,不能跑 首先可以看到这个面饼啊 一看就是跟那个普通的它的那个什么红烧牛肉面那些不一样啊 就是非常非常粗 这种东西,而且看起来就很有韧道 这个应该就是要煮的 然后调料上呢,它会一个酱包一个这个海苔 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属于一个加辣包吧 等会我看着试一试啊 如果说这个不太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可以不加 然后咱们就来煮吧 好了,这就是半开之后了 说实话这个面是真的耐煮啊 这个面我感觉比那个三氧还要耐煮一点 如果说你平常是喜欢吃那种硬一点的 那我建议你煮三分钟到三分半 如果是软一点的,建议你煮五六分钟 开水煮啊 先先尝一下 这个应该是甜辣口的吧 做的是韩式的 没错,这个确实是非常劲道 面非常劲道 但是这个调味呢 甜辣里面还带了一点酸 有点怪怪的感觉 不过还好 整体的话中规中矩吧 跟三氧来说的话半斤八两 那就这样了 不是特别推荐啊 因为确实跟三氧来说的话 就是半斤八两 ? 尖 不 days 迁 exponent 什么